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韭菜,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进入今年以来 中国发生的各大新闻,像提店女儿,唐山打人 包括各种经济爆雷,尤其是银行 它挤兑,也不叫挤兑吧,是银行的用户 取钱,取不出钱来了,大量是这样 房子卖,卖不出去了,房价下跌了 然后有一帮人去房地产商那边闹市,说退钱 中国各种社会事件,杀人的,拿刀砍人的 各种,你看到那画面就觉得受不了 上访的那就更多了 上访应该从20年前就有上访 已经习惯了 什么少了 强拆少了 为什么强拆变少了呢 因为房地产已经没法再发展了 强拆高峰 08年到2018年 房地产 房地产 拆掉啊,盖楼啊 现在的话楼都卖不出去了 你看房地产商拿地 好多房地产商已经不去竞标了 中国前100大房地产 80%以上基本已经倒闭了 你自己上网茶 基本上网茶已经倒闭了 这边美国呢,她这边 美国这个女的说话声音比较大 当然有些东西叫什么呢 当你成为最发达国家 你的许多行为自动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好的行为 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懦后国家 在这种公共场合 一个人在那公共场合大喊大叫 说话声音大 会认为不文明 但是在美国 如果这是在美国呢 人们会认为这个人是很开朗的 很性格好的 就看你怎么想 就类似于在懦后国家 你到一个景点 一看,吵吵闹闹,觉得难受 但如果你在发达国家 你一看,哎,吵吵闹闹 你会觉得那里的人很开朗 就看你是发达国家还是 就类似于什么呢 如果你是穷的国家 人民比较傻 人们会说他傻 如果你是富的国家 人民比较傻 人们会说这个国家的人淳朴 所以就看你这个国家是不是 发达国家 这很关键 这个是很关键 三亚又在封城 三亚这一封城 你说三亚封城 据说要封三个月 我说这些酒菜 你能跑赶快跑吧 真的 三亚这酒店价格贵的不得了 他说我看到上面写人吗 豪华酒店每碗五千元 这一家呢 十三口人 自留三亚 十三个人呢 入住五个房间 打折后每碗 一万两千 奥 奥 一万两千五百元 自助餐每人七百元 十个大人一餐七千元 这已经圆面超过美国的消费水平了 美国豪华酒店啊 汽车旅馆 八十到一百美元 三千级的 一百五十美元到二百美元 如果你真的像那种我们所说的 豪华酒店 真正的豪华酒店 四百美元 五百美元 或者六百美元 都是可以的 你要再往上什么一千五百 两千五 美国也有啊 但是我跟你说的是 大部分 你五百美元 一碗 你能住到那种特别豪华的酒店 就特别豪华 你看中国这个 三亚整的啥玩意儿 我咔 一碗上要五千人民币 你跟美国这能比呀 没法比 这疫情人家都已经说白了 美国这些国家都已经好了 基本 该发展发展 就你这习近平的脑子坏掉了 我现在一想啊 这可能跟那个创收有关 因为房地产现在已经不行了 那怎么才 怎么向你这些韭菜割啊 怎么割啊 你这韭菜的话 好不容易手机里面 银行卡还有一点数字 对不对 疫情以来 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一隔离 你不要住酒店吗 每晚几百块钱 创收了 包括核酸整个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 在中国 这个核酸这个事情呢 没个头 我就这么跟你讲 没个头 到明年估计也结束不了 有人说等习近平连任 今年年底结束 然后核酸就好了 结束不了 结束不了 我就这么跟你讲 全世界结束了 中国也结束不了 你这核酸的背后 都是多少红色贵族 准备赚钱呢 还有习近平的脑子 他们有病 他那麽精神疾病 我看了新闻说什么 中国各大机场 开始严查 说非必要不出国 好多人被劝反了 这是真的 包括我的观众有一些跟我联系 真的 说你要去旅游吗 海关一弄 你进入机场 现在在中国 你进入机场 需要核酸证明 到了海关 海关问你 出国干嘛呢 旅游啊 能不能 你现在的话出去干嘛 给祖国添乱了 这外面疫情这么紧张 你也出去啊 给我们工作增加负担啊 你自动就明白了 韭菜立马回答 好好好 我明白了明白了 我不去 不出去了 不出去了 那你说非要出去 那党对你真的是 所欲 敬酒不吃吃罚酒 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明白意思啊 你非要 触动国家暴力机器 到时候难堪啊 啊 你自己是不是人自己不知道嘛 说了话 真把自己当人了 还要啥人权啊 那韭菜你真把自己当人了 赶快跑吧 对 对 就在跑的时候 我今天 打广告 打个广告 就是呢 我呢 接触了很多人 有一些移民吧 有加拿大移民 有美国移民 包括欧洲移民 这一块呢 我跟大家推荐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移民公司的老板 他一年呢 大概他在欧洲啊 处理欧洲大概 在上半年已经处理了三四百个案件 欧洲相对表言 移民还比较便宜 举个例子啊 像马尔他这个国家 六千欧元 但他需要时间啊 他不是说掏个钱 立马就 他还要别的一些要素 他的学历啊等等 他他也不是 不是说你掏这个钱 立马就给你身份了 那两码事 只是举个例子 你达标 就能够六千欧元了 西班牙全家费用呢 一万欧元 葡萄牙呢 全家费用也是一万欧元 如果大家想跑的话 可以联系这个屏幕下面 我屏幕旁边的这个邮箱 如果想移民美国加拿大的 那不得办签证吗 他的费用呢 他可以协助办理 不超过了八千美元 基本上给你透露一下 他有一个私人邮箱 跟他的公司邮箱 当然这些都属于 正规化操作了 都不要说骗人 你有多少钱你就直接 说 咱们实话实说 他这个 这哥们也是属于做生意的 有人说做生意骗人 不是骗人的 他这属于什么呢 市场竞争 他能够一年办个三四百个案件 证明他还是有实力的 就市场竞争嘛 你要不然你自己开个公司 你来办了 你签加一下 市场竞争还是很激烈 还是很激烈 还是很激烈 这哥们以后的话 他是由美国国籍 他以后的话 来我玩 我们见见面吧 也上我节目 聊一聊 以后 他还给我写了好长一段 那个文案 让我按照这个来读 蛮有意思的 我这人呢 我是一个实在人 我拿人家这个广告费 我也是研究了一下他这个人的才能 我也跟他电话聊天 也了解了一下 发现他对这个行业还是有 还是有了解的 不是那种纯骗子 这个我可以 百分之一百向你保证 因为我跟他讲了好多的话题 看来他确实是这个行业的 有人说大神你怎么你怎么懂 我这么讲啊 我的观众里面什么人都有 所以我涉及了好多的 领域的人 虽然有的人说生活经验丰富啊 我想啊 人类社会 百分之九十九 他应该都没有达到我的这个 生活经验丰富 或者是那种接触的人广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 交接触面 他的交友圈是有限的 就即使你是富人 你你周围也是富人 就你的接触面是有限的 你不像我 我做一视频 我的观众 你看这一万多个人吧 或者八万个人 你们什么人什么身份都有 什么地位的都有 偷渡的 杀人的 放火的 高管 留学生 什么都有 有人说大神的真假的 杀人放火也来看你视频 也有也有 就是 诈骗了 就各行各业 三教九流 丰富了我的生活 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但我见的也太多了 说实话 最近也不是太感兴趣 最近我感兴趣什么呢 我不是说 今天我发了一推文 说什么我跟钱女友分手了 因为呢 正式分手 因为冷静了一个月 正式分手 分手之后就 那还是朋友啊 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还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 那不得 我说大神的 你不得找下一个 你要明白 这我又要跟你 跟各位讲 韭菜学 男女关系 女人呢 不是追求来的 女人是吸引来的 包括朋友 朋友 朋友不是追求来的 是吸引 就找一个跟你臭味相投 物以内就人以群分 跟你难掉到一个湖里面了 就够了 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 包括好多人 现在我也看透了 说实在话 包括许多美女啊 什么看透了 花个几百块钱就解决了 我也就 没什么心里面 没什么想法 别浪费时间了 到时候 好好赚钱 就是直接就花个几百块钱 就结束了 没什么好聊了 看开了 有没有大声 你这是准备走上嫖娼道路啊 不是说走上嫖娼道路 而是告诉你 投入一个情感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那你还不如直接直奔主题 花个钱 几百块钱 一千块钱 愿不愿意 咱们就当个一日恋人 或者说一日什么情人 都是合法的 好像叫什么约炮吧 好像 你同不同意 你不同意找下一个 五百美元一万 看透了 人生基本已经看透了 就领悟了 就你人生不到我这一步啊 你看我的观众 心情热热都有 上到八十 下到十八 我看他们的这些男男女女啊 规律都有了 看开了 看开了 之前那个 一个人跟我讲 说大胜了 要追求 要追求那个年轻漂亮了 我说你不是废话吗 一般男的不都追求年轻漂亮 因为我前几天我发了一个 说我对成熟的女人感兴趣嘛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要追求年轻漂亮了 我说那男的一般都是追求年轻漂亮 他上来跟我讲 不要追求成熟的 为什么呢 他说我说为什么 成熟的见过这个世界了 就哪多少男人追求他 二十几岁啊 他都有经验了 也见过一些花花世界 到了三十几岁成熟了 你再去追他 那他性价比太低了 就你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即使你得到他 跟他上床 他毕竟已经三十几了 那你还不如把这个 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到二十几岁 他也没见过什么花花世界 给他一弄 性价比高 就效率高 那还有什么呢 你跟他搞 那比你跟一个二十几岁美女 二十岁美女和一个三十几岁美女 你愿意搞哪个 你说大部分 对不对 所以说一弄 他跟我讲 必须是年轻漂亮 必须整这个 不整 这个属于 就是性价比高了 你整那个什么三十几岁的 那那么 人家比你还有经验 你玩个屁啊 你玩不过人家 后来我一讲 哇你天啊 都是有高人待我 都是给我普及 丢普及常识 就 哈哈 当然啦 我这人呢 还是渴望真爱啊 我这人还是 虽然我嘴巴 天天 天天讲 实际上我这人 我这人性经验 包括这 在男女方面 这一块实际操作也 也不行 我只是嘴巴 嘴巴会讲而已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 拜拜 拜拜 会说的 不会做 会做的 他不会说 哈哈哈哈 拜拜